上周买的这个火柴头有一个不幸没有存活 那它还没有死绝 但是我现在准备把它拿出来 把这个损坏的地方给它切掉 因为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因为之前在另外一边它们水流比较大 我怀疑可能是水流太强了 因为这个火柴是比较心境的 我们钢里没有适应环境 加上水流过大 可能就把这个给吹死了 那为了确保不是有细菌感染 所以我还是保险点 把这个头线拿去切掉它 然后本身沙地上的枣也开始消退了 那现在主要情况就是有些菌膜 所以我手动清除一点 然后同时钢里也发现了一些这样的 类似像羽毛枣 可能是羽毛枣 那手动把它拔掉一些 因为这个已经长得够长了 然后这里也有一点 不是很多 那个硬骨下面有一些 所以我们能手动清理的就清理一下 然后后面稍微吸一下这些沙子 现在可以看清楚了 这个头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然后上次我们用胶水分藤壶的这个头 也开始有一些好像脱步的表现 在这个边上 那这个可能也是没有用了 然后其他的能看到 他们的皮包的还是挺好的 其他还有三个头 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皮包的还可以 虽然不是包的很下面 但是能看到还是不错 这个好像有点不大好 看这里 这里已经锁到很上面了 其实这个拿回来的时候 它包的就不是特别好 不是很下面 那我们先把它坏死的先切掉 然后再用一些点 给它稍微泡一下 OK 现在坏死那个切掉了 然后中间这个我没法切 因为它跟旁边两个长得都太近了 所以我们就暂且让它留在原位 那我这个是切下来那个头 已经很明显的有股非常难闻的味道了 所以这个我们及时处理掉 我们大概滴了可能30滴吧 30滴 这个2%的路口solution 然后泡个大概三四分钟 也不用泡太久 只在泡了没几分钟 看着火柴的状态 很明显的有反应啊 前两天我把这里面的架子也重新规划了一下 做了一个高低的分配 这样的话我们一些弱光的商务 可以放的低一点 之前我们都放在同一高度 这样的话这些SPS跟这些弱光的珊瑚放在一起 不是特别好 那这条粉蓝钓现在看起来状态已经非常好了 据我观察它可能已经是能看到了 但是呢看的不是特别的精确 也就是说它看到东西可能会有一些闪光或者怎样的效果 因为它在吃东西的时候呢 明显看到还是会咬空 然后慢慢的才能咬到那个给它喂的东西 那这条粉蓝线的眼球就从我们直接看上去来看的话 已经不是像刚受伤的时候一样有种空洞的感觉 现在呢明显看出来它黑色瞳孔部分是很实在的一个深的黑色 之前呢是有一些反光的 但是它的眼球现在正中间有一个白色的小点 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可能是恢复过程当中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凝结物 也有可能 两个眼睛都有很对称 给它看一下我们的小黄鱼 现在它的眼睛是没有恢复啊 很明显能看出来 然后身上长了一些白色的像白点又不像白点的毛绒状的东西 嗯不知道是什么 那它吃东西还是正常 然后在这个缸里面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然后我同时把我们上面的那条fire fish给丢到这里来了 因为这条鱼我买回来本来是让它吃垃圾馈的 但是它在主缸里吃我们的scully 然后后来我丢到了下面的繁殖缸 结果发现它在繁殖缸里吃钮扣 那我就把它丢到这里来 然后这管子上呢当时也是有一些垃圾馈的 然后把这条鱼丢到这里面来 没多久 这上面的垃圾馈就消失了 所以说这家伙还是吃垃圾馈的 但是在吃垃圾馈之前 我感觉它是按你什么珊瑚会 它吃你的珊瑚 所以这个就非常讨厌了 那就暂时先把它丢在这里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想怎么处置它吧 这是我们的螃蟹缸 这螃蟹缸长满了早 一直没有去维护它 可以看到我们当时抓回来 这只螃蟹已经长大了好多 它拖了最起码有三次颗 而且每拖都明显的体型变大 非常的夸张 Dumaro 你看这个 哎哟我去 这个在太阳下面看着 有点奇怪啊 看这条黑的 这个昨天吃火锅了 OK 刚才出去买了一些设备 买了一些生物 那这个呢 是我下面APEX补水的一个水泵 我要把老的那个替换掉 那就是给这个大缸补淡水的 但老的那个有时候抽不上水 可能是老化了 所以买个单独的水泵换一下 然后这是一个APEX的PH棒 那它这种棒子呢 都是LAB级别的 实验室级别的 质量都非常不错 那这个棒子我是为了插在我们的石灰水反应器上 插在这里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监控里面的PH值 如果PH开始下降了 我们就知道需要替换里面的石灰粉 或者是往里面再添加新的 然后这里还有买了校准液 所以我们要重新校准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两个海生 帮着我们来翻沙子 还买了两个绿宝石蟹 买了两个母蟹 母蟹的话呢 对这个珊瑚 或者是里面的生物 造成伤害的影响比较小一些 宫蟹的话有可能会比较aggressive 然后看到一个不错的 这个是Foxbomb挖卵 Octobomb就是 是一个金色的 那这个是他们现切的 本来两个头 然后我就拿了一个 那就一半的价钱 老样子先过一下水温嘛 然后我们一会检疫一下这个珊瑚 海生第一次买啊 不知道需不需要什么特殊照顾 看着是挺斜的这玩意儿啊 这条还挺大 这条实在是太容易让人遐想了 这跟小时候在游泳池看到的某种漂浮物 真的是太香了 好 看这个 看这个 这个好玩 不要 太害怕 太邪恶了 真的是太邪恶了这玩意儿 这个更邪恶 刚才我把ORP的这个棒子给拿走了 然后改成了我们另外一个PH 那这里显示的是PH2 然后同时我把两个PH的棒子再重新给校准了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这里面显示的是8.31 然后第一个原有的棒子8.28 那相差的不是特别多 因为现在这两个棒子都放在了我们的底缸里 我还没把这个棒子放到我们的石灰水反应器里 所以正好来做一下实验 看一下准不准确 那在矫正之前呢是8.1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偏差挺大的 那这就证明我们低定石灰水这一个过程确实提高了很多的PH值啊 现在这两个值应该是已经是固定的读数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这个鱼缸里面的PH值白天能到8.3了 这一点我很满意 低石灰水的量是多少 我记得我上次改成了每个小时低定一次 然后一次是200毫升 对那就是24个小时乘以200 这就是我每天低定的量 OK 然后它是每一个小时开始的前十分钟低定 所以是快速的把200毫升打到我们的系统当中 这样的话我发现比之前它默认的那种低定方式效率高很多 因为之前它低定的很慢 是每24小时它可能过十几分钟低定一点 十几分钟低定一点 然后整个PH值就上不去 那自从我改变低定方的之后呢 明显的高了很多 那还有点之前我们也没有校准 所以说PH显示的不是特别准确 那现在这个两个数值应该是相对比较准确了 8.27 那这里8.31 因为这一个8.31是比较新的棒子 而且你要做到完全一样我觉得也不现实 只要偏差不大就OK了 好那我们现在把新买的这个PH2这个棒子放到我们石灰水反应器里面 看一下石灰水反应器里面的PH值是多少 这个石灰水反应器上面有一个这样的筛子 把它拿掉之后我们PH棒子就可以塞进去了 我甩一甩 OK 那我们等一会读书稳定之后观察一下这里面现在大概是多少PH值 那上一次替换新的这个石灰管大概也有个将近一周半差不多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现在PH值是多少 好现在基本上稳定了12.4还是挺高的说明 那这样来看的话我们这个石灰水反应器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一个多礼拜了 因为我没看当时之前是多少没有测过 如果是新放下去的话我不知道PH值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那这样的话我们有这个监控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需要添加或者替换里面的石灰粉 那目前来看这就是我追求的PH值已经达到了 那可以看到这里面我用的材料不是特别多 也就大概一寸半左右三四厘米的厚度 那我现在刚换了这一个牌子Brightwell的这个石灰粉 来做一个测试 那这一次添加的新的石灰粉就是这个牌子的 我们来长期观察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也有一个PH棒在这个反应器里面了 所以可以观察它PH下降的速度有多快 那在使用这个石灰水反应器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低定量 那因为我们整个系统大概加起来上面主钢是205加仑 大概就800升 那加上底钢的话我估计我们整个系统有1000升的水量 这1000升水我的低定量大概就是24个小时 每个小时200毫升嘛 那大概就是4800毫升 那4800毫升每天的低定量 能让我的PH达到8.3左右一个范围 就在白天最高值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根据这个体量你们可以去大概的换算一下 根据你们的鱼缸尺寸大概是低定多少 那要注意的一点 因为我们补进来的是淡水 然后再通过这里一个溢流流到我们的底缸里面 所以说这个能一定程度上的弥补你每天挥发的淡水量 所以说你的淡水ATO的这个功能可能就会削掉一半的使用率 那也就是说这个撕灰水反应器间接的在给你的缸里面每天补充淡水 所以你要观察好 如果你低定的量太多的话 它可能会超过你每天需要的淡水量 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观察好 保证一个比较合适的低定量 如果一下子低定太多 那你可能淡水每天往里面加淡水就过多 这样的话可能你的严度比例会失衡 所以这一点刚开始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现在的话我可能淡水ATO这个水泵每天工作可能真的是减少了一半的时间 因为你想4000多毫升大概也有一加仑多的水补到这个里面来 那我这个缸每天可能大概也就消耗个可能三加仑 两三加仑淡水 所以说基本上一半的淡水补充都被这个石灰水反应器给替代了 那这样看下来的话 我当时买这个石灰水反应器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们整个缸的PH已经达到了我想要的范围 那之前我说它效果不大好 就是因为我没有准确的去调整我们的PH感应棒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低定方式也有一些问题 那自从改变了低定方式 加上这次矫正这个PH棒之后 那很明显的看到确实这个石灰水反应器对我们提升PH是有很大帮助的 OK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海钢资讯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更新给大家 一定要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第一时间就能看到我的视频通知 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